传说这件事情 有人私讯我 我不会讲谁嘛 他有说好像我开传说台都不太开心 为什么 其实或许我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好像也不知道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 为什么呢 传说这件事情到底是 发生什么事 我想应该是传说的风气吧 先不要说我每次断线很生气 但是我生气一下其实就算了 但是我无奈只是 我家网路还是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没什么状况 那我也不会觉得 网路阵营会打击我啦 只是 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 更重要的事情是大家很容易吵架 大家可能因为 谁的表现 发生了 什么样的争执 然后 觉得 看谁不顺眼 在聊天室的大家 其实我知道 有谁看谁不顺眼 有谁不喜欢谁 但我想会来的人 应该是喜欢我大于 这件事情 所以你才会持续来 呃 但我也很感谢你们 即使可能聊天室 有人 让你不喜欢 但是你还是会 想要来看我 因为 这个当然对我来讲 很大的支持 对吧 所以 我今天为什么要说妥当发言 其实 我其实是在想 今天讲一讲 其实 有可能我不会再开传说了 重视 可能 会失去很多观众 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真的 但这样就不会引起大家 吵架 或是酸民嘛 不会 可是传说这个游戏 其实 我真的可能也玩不好 那我玩不好 得继续玩吗 其实我也是在吃好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 很多人都说 大家来看 并不是在看我的技术 但其实我还是很在意嘛 对吧 那其实你觉得 完全说大家开心吗 到底大家开不开心 我有时候看大家 吵架吵得好严重 有的时候 很在意排位 很在意输赢 诶我今天十连胜 诶我今天十连拜 五连拜 甚至怎么样 大家会拿出来讲 就表示 这是在意这个游戏 对吧 到底 大家开不开心 你们自己老实讲 玩这个游戏你到底真的开心吗 我一开始玩 真的是抱持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因为 就是觉得它很有趣 但是我怎么发现开台之后 大家变得好 好奇怪 怎么会这么 这么容易生气了 但是就是 我觉得 跟大家玩很开心 虽然也会看到有时候 我就是 诶 好像 很生气摔手机 还是什么情绪啊 大叫啊什么 这些 我觉得就是一个 不管是我抒腰 或是我想 给大家看笑话 觉得 好玩 然后 类似像节目效果 但有些我没有很刻意 只是 我的意思就是 我就是很 展现我自己 觉得我的情绪 那 就是来看台 看直播的一个 心态吧 不是吧 就是诶 好像 这个游戏真的 没有玩过的人会觉得 诶好像还蛮有趣的 好像还蛮有技巧性 好像怎么样 好像觉得诶 对 那我也可以来尝试看看 我也想学学看 玩 玩 玩 这个游戏我到底会有什么样的 抒压的感觉 还是 得到愉快的感觉 等等 大家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我 我想开的是 我想让大家 很开心 一起交流 我一直都这样讲 我一直很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地玩这个游戏 然后 交朋友 享受游戏 享受 你来看台 的任何的一切 观众场我会开 开的原因也只是 我想跟大家交流 其实真的很少 实况组应该会 除非是 真的刚开台的 很有名气的 他们很少开吧 但这个 不是重点 其实 要开不开 其实这个我可以拿捏 只是我想跟大家玩 然后认识新朋友 然后 大家很厉害 可以互相学习 我也是用这样的心态 去让大家 就是可以互相交流 手机当掉 输掉 又会弄摔手机 对啊 就是 会很 靠 到底是三小啊 那种 就是你的 很 人生中的一个情绪啊 所以 其实大家不用太在意 我的输赢 但是你 你的输赢 已经影响到 别人的 心理 你懂我意思吗 好 我今天有分几个部分 我已经有把我的大纲 这是我做事情的习惯 大概我想写一下 讲一下今天的事情 传说的事情大概是这样 也许以后我会玩 手机游戏不适合 是许没办法 我只能低着头玩手机游戏啊 对不对 我知道大家其实对于 就是 我 我看的这件事情大家都很 很支持我 然后 你知道吗 就是 不管大家为了想赶快留言 赶快看我台等等这些准备 或是什么 我真的很开心我也很感动 真的 一直都是 我每天都抱着感恩的心情在开台 但 我觉得我的心 心情不一定能影响到大家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 对啊 反正 我觉得 现在我不爽 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都发泄出来 你可以发泄没错 可是你不觉得 这样无止境也吵下去 别人对你的态度也不好 然后你可能 感觉也不是很舒服 你不觉得吗 这种态度 影响着你 你 会快乐吗 不会吗 这个 应该大家都懂啊 戴班比较忙 没关系 我知道大家 会忙 偶尔来打个招呼 走了 没关系 不是走了 就是 没看台没关系 大家还是 知道你有来啊 大家也很开心跟你打招呼 对吧 我 或许之后可能就考虑玩肉了 那肉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游戏了 对我来讲 那 会不会开观众场 这我就不确定了 因为 也许 也许大家就觉得 会怕马上的解决 因为 一解决 一定会有施工品 也不一定 也许我就开绝地了 或是玩其他小游戏 因为其实我还是有蛮多小游戏可以玩 不管啊 我或许还是会开传说 但是我会不会再开观众场 就是大家就看我打牌位就好了 这个就是 可能今天我会 之后再想一想 大家的发言可能会影响到我 到底想怎么做也说不定 或者是 我到底应该 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这个 这件事情就是 我需要去思考一下 好 怎么做 对大家 跟对我 都是最好的 但我还是要有适当的情绪 不然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但的确 我玩游戏就是这样 其实我玩游戏 更认真的时候 会是说 干 你不会玩是不是啊 然后这样什么的 其实明明可能是我的错 你知道吗 等等的 听大家意见 call in 吗 你喜欢炸几碗 不过call in 这件事情 呃 我觉得我不太需要 因为这个人可能会变成是 中把之手 还是什么 感谢追随 就是一个 他会变成是一个目标 我不希望有人成为目标被攻击 攻击我就可以了 没有关系 真的 谢谢call in 啊 你不是去睡觉了吗 不是在睡啦 嗯哼 谢谢大家感恩 谢谢高雅 高雅 要不要睡觉了 上班明天 小周末 大家要开心一点 竹子很清楚 我一直都知道我的竹子是什么 就是我一直知道我开台想要做的事情 玩太晚会怕是不是 怕我直接暴毙在桌子上 然后大家还不知道救护车要去哪里 大家可以去看我那个 教你简单轻松吃鸡 大家如果有被骗的话 抱歉 但是我 我还是会有 我想 我想做 感谢神大 欸奇怪 我今天荧幕大就有抖内 好我跟你讲 我先不要讲抖内这件事情 我先把顺序先讲好 我先一一把我今天要讲的事情讲好 感谢神大 感恩 谢谢 小鱼讲的也是一个 没错 你讲的 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甚至有可能 不同的年龄层 各种阶级的人 我说阶级是指 学生阶级啊 上班族的阶级啊 就是每个社会的 就是 分级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说那个社会地位的高低 我的意思是指 他们的职业上的不同 这样子 那传说这件事情 我其实就是在思考到欸 我到时候要怎么继续 加好友这件事情 我是不是还要再继续 我希望跟每个人可以一起玩 因为大家 像我 看台也许会觉得说 哎呀我就是 好想跟这个实况主玩玩看哦 我好想要可以跟你交流 我能体会这种心情 所以我想让大家一起玩 就这么简单 对 好 传说这件事情 就打指吧 大家也可以继续讨论 没关系 我只是 就传说这件事情了 大家其实都知道 就是 吵架的事情实在太平凡 甚至很多小朋友 他不会玩 那他进来玩 其实坦白讲 我以前的胜率没这么低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看我跟太多 不一样的 观众玩 其实大家都会知道 你知道 需要 有默契 跟大家观念是不是一样 才比较容易硬嘛 对吧 但我真的不在意胜率这件事情 因为有可能我也是玩不好 那也有可能是 有些小朋友真的不会玩 那就算了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 他可能跟我玩 他会很开心 那 迪迷放松点 大家都会陪在你身边 谢谢玉豪 感恩 谢谢玉豪 玉豪在上班了吗 那 感恩 那 有些小朋友真的或许 真的就不懂事 大家就不要跟他计较了 骂一骂就算了 但是也不要骂得太夸张 因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生死婚我上的压力 不需要 把话讲得太难听 对吧 那 他害怕酸民遭遇病 他要解释 没有 我是怕 我真的也会讲错话 那 那 其实就是 我觉得大家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玉豪弟子 准备开店 那希望你一切顺利 希望 你开店电视 可以放你你的直播 哈哈 没有啦开玩笑 好啦 我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在课业上 或是工作上 都一切顺利 然后 来跟我分享你的喜悦 跟大家分享你的喜悦 大家一定会很开心的 对吧 那 那 好 刚刚讲到 游戏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 我需要调整一下吧 避免纷争 真的不太需要再 开这么多观众场了 是不是 我还真的是需要思考 当然大家可以给我很多意见 但是 但失去的会是什么 我得到会是什么 我得到会是什么 对 有我承诺 赞助的话 其实我每一个人都记得 因为我不是有赞助列表吗 在原本的传说画面跟 绝地的画面都有 那 斗内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不管多或少 我都很感谢 所以我没有特别列金额 没有在列什么 绑一绑二 谁斗内最多 谁斗内最好 一开始我可能有 放个金额 但我后来觉得 这不恰当 因为我觉得 我不太需要给大家 看这些东西吧 第一个是 其实有看台的人就知道 我一天斗内 也许甚至真的常常也都没有斗内 那甚至 有时候有很多 可是 平均下来坦白讲 嗯 还不到我 工作的薪资 对 我就这样坦白讲 昨天 的事情 就是斗内的事情在吵架 我要讲第一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传说的事情 第二个事情是 昨天的事情 就是斗内的事情 是 是 斗内 更多的实况组 大有人在 对吧 大家应该知道 我只是一个很小很小台的 然后 没什么人看我 然后 也不要说没什么人 应该说 有很多人 我觉得已经很多人 但是对 大的实况组 上千人的实况组 对我来讲只是一个 小咖嘛 对 大家应该 能比较的出来 反正 好啦 我就要讲斗内的事情 斗内的事情多或少 对我来讲 我一定要 会很感谢 当然 越多 但我一定 会有更好的 收入 能讲收入吗 应该是说零用钱好了 对吧 但 这之余 好有些人可能 斗内是希望我可以变胖 吃多一点 大家看到我很瘦 那或者是 希望我设备可以弄得更好 因为现在我真的是 必须要用截取盒 如果真的要再继续玩手游 因为真的没办法了 我的 电脑可能真的有点问题 对 羊毛今天这些都是啊 就是不管任何的 大家想 我想 斗内一定是 不管是支持我任何的事情 这都是这样子 但昨天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是什么吗 大家有在吗 我昨天其实很生气 但是我把我情绪压下去 我就玩游戏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 转移这个话题 不要再继续讲下去 所以没看到我开始耍白痴 开始不知道在干嘛 但其实我是一边在思考 所以我玩的也不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只要心情受影响我 我其实传说玩的不好 大家看得出来 然后我就会开始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昨天的事情就是 金粉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 当然他送 冠冠礼物 送我礼物 我也很开心 但他送这套礼物 会很开心 没有错吧 但是我觉得不能 不能 让我觉得 你觉得他送你 他就很厉害 他 是 金主什么的这种讲法 我不喜欢 我从来没有在讲 金主或是什么 什么干爹这种话 我从来不会讲 其实我觉得风气还蛮奇怪的 但我也不太懂 呃 什么干爹群 然后什么 叫干爹 然后叫什么有什么 之类的 我觉得有点奇怪 对我来讲 因为我觉得 我不太懂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昨天这样子 行为 我受不了 不需要这样子 把话题引出来 我没有要直接谴责谁 懂那实况组就算了 因为这个是 就是一种 的支持 你送 管管也可以 但是 我觉得 直接这样 张扬的 一直讲 然后 我不能说你不对 你很慷慨 送大家东西 可是 你不觉得 最后的话题 变成这样子 不是很奇怪吗 这时候就应该收敛吧 要查严观色 纵使 你看不到别人的表情 可是你一般 聊天室已经开始变掉了 那 是不是不太需要这样子啊 不要讲 不要讲那什么 呃 好像 你很厉害 你懂内 所以你怎么样 然后 你要什么 我送你啊 什么的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不要这样子 这样 会带坏小朋友 真的 教育是从小开始 但是 我们台湾 教育风气好像感觉 不是很好的 更何况下 网络这么发达 你随便来个实况组 然后 都是这样子的风气 这样怎么得了 好 抖内的这件事情 其实 我坦白讲 我收到第一次抖内的时候 我自己心情也是 满恐慌 我收到第一次抖内 其实我 我真的很 但一定很开心嘛 我第一次抖内 是30块 多少钱我大概都记得 好 阿里哥晚安 没错 我常常讲小朋友不要抖内 不要拿你爸妈的钱 拿来抖内 他是要给你 吃饱 念书 然后可能买书 这些的 我觉得有经济能力在抖内 那你小小的钱也都没有关系 真的不太需要 这样子 呃 好像 花钱是大爷的心态 好吗 我比较想讲的是这样 就像其实 好 我可能 开台我会准备一些 喔 可能不一样的服装 好 大家喜欢看比较 性感的服装 但是我也是有 拿捏自己的尺度 那我可能会布置一下我的地方 然后 可能我会 好 花钱拍影片 就是我现在买一些东西 拍影片 拍影片吗 这些等等 或者是我电脑 其实我电脑真的在一开始花很多钱 跟手机就是 呃 因为 要用iphone才比较好用镜像 这件事情 然后视讯啊 什么等等东西 这些 是需要执行是没有错 那其实 额外的才会是我的收入 所以其实 大概只能算快打平 这样子 COSE 这有抖内 喔 对但是我不希望是这样子 拉拉晚安 抖前买内衣 好吧 抖前买内衣也可以好不好 去取优捷台 谢谢高杨 我又挺有害羞 谢谢高杨 你为什么还没睡 你是很想听我继续讲 到底今天要讲什么 对不对 我没有要告白 我没有要告白 感谢 谢谢 所以我 我不想要 大家 回归这里就是 不是你叫做抖内最多 我就 应该对你怎么样 我不想要让大家这样子觉得 我 对任何一个人 其实我一直很希望是很平等的 不要有 会让你觉得 为什么 我真的很想抖内 可是我没有办法抖内 然后 好像有差别待遇 还是 我很想抖内 可是你讲说 因为我要抖内多少钱 我才能 入群组 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思考 是不是要开群组这件事情 但是会不会有小朋友 真的很想入群组 然后结果的 他拿他的零用钱 还是吃饭的钱 拿来抖内 给实况主 这样是好的事情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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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ka 感恩 刚刚Erika有留言 感恩 谢谢 我只能给个爱心 我也不太会做什么奇怪的动作 对不起 感恩 欸我有点忘记要讲什么 斗神晚安 那 呃 不管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大家都是平等的 就算私下好 我 我跟谁交情好 还是 跟谁聊天聊得比较懒 那都另当别论 但是在开牌 开牌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能 感觉到我一视同仁 因为真的 每一个人都是我 很 尊贵的观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小朋友 就是为了抖内 然后为了想要怎么样 而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 我之前不是有抖内多少钱送手机立架 我之前其实是不现金了 就是很便宜也可以 其实后来是涨价到一百块 因为快没了 我想说阿算了 其实之前我也送过 我也是抽奖送过啦 该可能想要的人 好他真的想要 你其实私下我有讲过嘛 私下 我忘记哪一天之前有讲过 私下你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 但是你你 我是学生 我没有那么多钱 没关系我可以送你 就是我讲过这种话 那其实阿 可能大家 觉得还好这小东西 那其实就是 抖内 66块我就是觉得还好 还蛮便宜的吧 就是 没有到说你一定要500块 500块真的有点太多了 就是抖内一点点 你就可以拿个小礼物 因为其实 这个东西其实 外面市价也没有这么便宜 所以其实我是希望 大家拿到这个小礼物 就只是一个心意 这样子 那就是 我可以接受 这样子 我自己心里过得去啦 应该是这样子 这样子 我要把所有关于抖内的事情 都先讲好 讲出来 这样子 好啦 不管 反正我要讲的是 这个是昨天的事情 然后抖内 的状况是指 呃 我觉得大家量力而为 然后 我不想要 大家用抖内去区分一个人的 价值 真的 你不可能用钱去定义一个朋友的价值 吧 那你也不能 在这里这样子啊 因为 世界其实已经存在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但 我能做的是 在我台我希望大家都是公平 只是在开台的时候 但私下 我私交 或者是 跟 我自己的朋友 还是谁 那 这个 就没什么好讲 我要讲的是 在开台的时候 不要 不要 把 你当作 你就是最重要的人 因为 大家对我来讲 都一样重要 这件事情我要讲的是 我希望大家都是 平等的 我真的不想要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 我会觉得有点难过 因为 有些人 他不一定是用金钱来支持 他 就是每天来看我 开台 每天又陪伴到我很晚 到他撑不下去为之 我没有要 我没有要针对或是攻击谁 我只是想 单纯的就这件事情 好好地解释 跟 去 讲 我要讲的就是 大家都是平等 在我开台的时候 一定 会是这样子的 一定 好吗 所以我为什么说 玩游戏我希望大家可以轮流 就是 大家都有机会 因为大家时间是公平的 虽然有时候我上厕所 让大家等的比较久 或是我 那个来不舒服还是怎么样等等 所以就是 我希望大家每个人 支持的方式是不一样 不能这样子去区分 谁到底是 大或小 没有大或小 大家都一样重要 真的 但我没有办法那么大爱啊 可是 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要这样子 好总结第二件事情就是刚 换堂讲 换堂太优秀了 谢谢你 那就是 我希望大家都是 可以平等的 大家都是好朋友 好吗 你知道 每个人能相遇 能在这里 得到一些认同 交到朋友是一件 缘分 大家不要 这么把缘分的 看得这么的 博蛋好吗 我希望我遇到大家 我也是很开心 那希望大家可以帮我 好好维持这个环境 好吗 会继续开台吗 还是会 因为我现在没工作 好不好 我还是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但不一定要用斗内 你就是来看我台 然后帮我按个赞 点个 喜欢 我有观看也是有一些些广告 所以算非常少啦 可是 这个还是一个 我可以支撑下去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方式 好不好 不管任何的支持 那不管粉专留言啊 还是私讯我 都可以 就是我只要看到留言 我都会很开心 其实 所以大家不要吝啬 就是这么简单 帮我看个广告 就是按个赞 什么的 这些都是一个很小小的支持 不管 到底有没有用金钱 用时间 这件事情 你的小动作 其实会让我真的很开心 这样子 很多事情是 一定都会是 某一些状况会发生 不管是人或事或物 但你不能完全去防止跟避免 我只能 去想我要怎么样解决 没有 我真的都会记得大家 但只是你要留言我才会知道 反正其实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谁有心素不正 或是怎么样的事情 其实没有 但是我要讲的是 我只是想防止 只是先讲这件事情 大家不要为 因为抖内 然后谁 诶 谁送谁礼物啊 还是什么的啊 过完也不要好找 对 就是谁送谁礼物 这件事情 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交朋友的标准 好吗 就像我加好友 游戏加好友 我没有说 你抖内才能加好友啊 大家谁都可以跟我玩啊 我不会有这样子的限制 就是因为我不想要让大家觉得 钱可以去判断 任何的一切 虽然也许钱是可以 在现实生活中 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游戏 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对 那大家就不要 这么在意这么多事情 我的台 我的规矩 就是这么简单 好好遵守吧 不是吗 不是吗 大家都是平等的 反正 我要讲的是 我 有点扯远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 就是 希望在我台 不要 发生这些事情 我不喜欢这样子 我希望大家都是开心快乐 然后就是 嗯 不要有 谁跟谁的区分 大家都是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 但我没有办法 顾及 真的 没办法顾及 每个每个人 可是 我希望 还是我 有做到这件事情 真的 有点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完全都很不想要 直接指责谁 可是 有些事情我还是得 必须讲好 对吧 两件事 好 第三件事 就是关于管管的事情 那 那 二月开始 我把所有管管都撤掉了 那 那 意思就是 我会独自一个人 去管理所有的聊天事 大家 不用担心 我想 在聊天事的大家 也能 每个人 帮我做好这件事情吧 可能 有人问说 欸 妮妮 是不是身高175 你也可以跟她说 对啊 妮妮身高175 每个人都可以当我的管管 每个人都 可以 都可以帮我回答 大家其实可以 知道 就是 我的各种事情 那如果你知道 你忘记了 你可以问我 有人知道了 就会帮我回答 对吧 一定会有人知道跟不知道的 对吧 就像我什么星座 我几号生日 对吧 等等的 真的175对啊 其实长高 我最近很久没量身高 不敢面对 我也不想变高啊 真是的 加油啊波浪福 别想太多 跟所那喜香香 感恩 可是我 好像不知道你是谁 因为你好像没留言 对不对 感恩 有点吓一跳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感恩 谢谢 感恩 想说要来放个爱心 不然 自己不会 我根本就不会这些 这些 就是网美的姿势 对不起 我是个乡下小孩啊 差1米5 没关系啊 身高也不是重点 好不好 什么星座水平座 就是 就算身高或是年纪什么 都不是大家的距离 我刚刚讲也是跟 第二个事情一样 斗内不管多少也是一样 也不管是怎么样的人 也是什么样的工作 不管任何的一切 大家都是一样的 在我的台 我希望 就是做到这样子的事情 反正总的言之 我把管管也撤掉也是 我很怕会再有什么分争 不要 因为你是管管 所以 谁送你东西 我不想要这样子 那这样大家都在说 欸我要当管管 我有这么多好处 我后来发现 我可能需要再思考一下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全部撤掉 这是公平的 谁都可以当我管管 就像我讲的第二件事情 大家都是公平的 都是一样的 我一视同仁 大家都可以当我管管 有新观众来 就是 帮我回答一下问题 对吧 就是 你知道的事情 那不知道 我一定要看留言 那不知道了我就 我就 自己回答这样子 管管很辛苦 其实 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 有些人觉得 当管管是他的成就感 有些人 我不晓得啦 那只是我的设想 他可能觉得 可以帮助到太祖 觉得 可以 帮到我 他会很开心 但我发现 先不需要了 因为 昨天这样的事情 我发现 但是 在这样子下去 我很难处理 真的 很难 我怕 谁又会遭受到攻击 谁又会 吵架 生气 难过 不管任何的情绪 就不会是开心的 我希望不要是这样子 大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那细节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个回放 这样子 看大大的浅浅 大大的浅浅 嘿 嘿 浅浅 有没有看到大大的 有吗 有吗 他刚睡醒有点痴呆 有没有发现 他有点痴呆 他有点痴呆 蛮好吗 痴呆浅 他有点痴呆 刚睡醒 有没有看到 就是刚睡醒 有点狂生 有点痴呆的感觉 对吧 痴 痴痴啊 痴痴 痴痴 痴痴